週日的慈雲寺積滿學生和家長 國中會考將在5月18、19登場 把握難得好天氣 學生、家長提前來到廟裡 參加考生祈福儀式 一同攻向基隆市慈雲寺 至聖献師孔寺 進行三拜相禮 儀上香 祈求考生聰穎積極 勤勉向學 拿著準考證雙手核實 先後向至聖仙師孔子 及文昌敵君三鞠躬拜拜 祈求考試順利 有剛剛的心情很緊張 但是他們這邊出運室 就是有提供一個祝聖導文 然後可以讓我們在這邊 在拜拜的時候讓他們別念 就是有一個就是 感覺就是有人保佑 很盛大 覺得希望可以考好 怎麼說 就是有神的加持 我覺得很好 對啊 就是讓孩子能安定 家長也能放心這樣 假日限定的考生祈福活動 現場準備了超過百分的玉手 聰明水 文昌筆及粽子包子等吉祥物 基隆史多索國中校長 超過百位學生家長 依序完成鼓禮儀式 有拜 一定有保佑 剛才我們主持人講了 星辰哲靈 我相信各位在這段時間 都做了非常好的準備 各位 你們做好準備 然後呢 誠心拜拜 剩下的就看天命 大概有150 160幾位的學子參加 那因為以前都是各自在考前來拜 那我們希望說 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 集合所有的孩子們一起來 參加這次的活動 然後一起來跟我們的 文昌帝君跟我們的孔子一起祈求 在考試的時候能夠順順利利 工作上擺滿代表聰明的蔥 勤勞的芹菜 好彩頭蘿蔔 箱子裡全都堆滿考生的準考證 都希望金榜提名 接下來就是國中會考了 那今年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除了我們安排國中會考的考場 是讓考生更便利之外呢 我們也推出了 近幾年也推出了這個在地就學方案 所以今天也會鼓勵我們來參加 祈福活動的考生們能夠在地就學 那今天的活動呢 會透過慈雲寺這樣的一個文化順地的力量 用這樣子的一個祈福的儀式跟舞蹈 讓考生們能夠平靜地應考 也祝福考生都能夠發揮實力得到最好的成績 受到少子化影響 國中會考人數持續探底 金榮光榮加商日前宣布停招 今年金榮地區的會考人數 預計會銳減200多名考生 而為了減少國中會考壓力 金榮市政府與主辦會考的金榮高中決定 將從過去原本三個考場 規劃再增加一個考場 希望能夠提供更好的考場 讓學生正常發揮 去年的時候我們在做檢討 我們希望在疫情的期間裡面 孩子能夠受到很好的照顧 那疫情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孩子受到更多的照顧 所以我們在今年在教育處的協助之下 我們在金榮地區多加了一個 金榮商工的考場 那希望每個孩子在考試的時候 不管在事務的進行 或在休息的時候 都能獲得最好最好的一個支持 國中會考下週登場 大考季節到來 考生和家長們都很緊張 只想求個心安和祝福 記者黃少民金榮報導